今天吃虫草花炒鸡蛋 吃起来就是耿久脆的那种 酥了 好香 最近吃这个上头了 看一下要么给你们卖的虫草花哈 就这样子的 这一份的话是250克 它这个都是经过人工精心挑选过的 没有任何杂质哈 你们只需要拿回家 冷水泡30分钟 我们可以拿来 来来炒鸡蛋炒瘦肉炒那个牛肉哈 还可以煲汤 煲汤的话就是洗一下就直接 把那个不用去泡洗一下 就直接放到鸡肉呀 排骨里面给它煲啊 还可以蒸 这个前面这个是 这个是60克 这个是100克的啊 要么个人建议你们排这个大分量 250克的 还有1斤的 最少排250克更划算一些 你看一下 这个质量 不管你 你像你煲汤啊 汤鲜味美丽 你拿来炒的话 营养价值也是挺高的 老是要介意 像你们像炒鸡蛋很香 炒鸡蛋你们就是 把这个虫把这个鸡蛋啊炒 炒成这样子啊 炒碎了过后 放虫炒花放点盐 先给它炒一下 在锅边唯一点点水 给它焖个2分钟左右 再去放点生抽 出锅放点蒜苗和葱花就可以了 炒鸡蛋鸡精都不用放 我跟你说 你放在水焖一下 虫炒花里面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里面那个 鲜呀 那个肠子 融入到那个鸡蛋里面 那是就真的香 加个一盒子 加个一盒子 主要是口感好 嗯 这个肠子 有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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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虫草花它泡出来的水里面是黄黄的 那个是属于虫草花本身的本色 没有经过熏牛这些的 我们家的虫草花拿回家 每个人都支持四次一餐 你好吃你牛你不好吃你退